这是PS5手柄 这是XBOX手柄 这个胶条能帮助这种手柄解决漂移的问题 说一下原理 你们看这个摇杆了吗 我们平时在摇摇杆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个摇杆 这个黑柱和这个手柄壳外壳之间 它有一个摩擦 这个手柄我没怎么用 这个摇杆底柱有一圈的线 这线就是被这个手柄壳给划的 它掉了一些粉进入了这个手柄里面 会导致漂移 这是导致手柄摇杆漂移的其中一个原因 PS5的手柄也是 这个红手柄平时我也没怎么用过 它的这个摇杆柱有一圈线 这个线就是被这个手柄壳给划的 我以前真没太注意 只是这么玩就行了 没想到它竟然能划出一些粉尘下来 而且这个柱上会有一条线 右摇杆的柱也有一条线 原因找到了一个 那解决办法呢 那就是用这种胶条 这个胶条有这么厚 这个胶条是买一送一的 十几块钱 不到20块钱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把它剪下来 贴在那个摇杆柱上 你们看我这个白色的PS5手柄 左侧摇杆就装了这个胶条 只贴了一圈 不要贴太多 很安静 安静多了 手感又摇杆没贴 有点色 现在可能是心理暗示 想想每划一圈 每摇一圈都会有粉尘下来 我这个手柄虽然去年一年换了两次 都不是因为摇杆飘移 而是因为按键 有很多同学问我是不是手柄飘移了 我目前这两个手柄 这三个手柄都没有飘移 可能是我平时玩的比较少的缘故 除了防止飘移 这个手感也变好了 很滑很细腻 质感提升了 下面以XBOX手柄为例 看看是怎么贴的 首先我是用了一把剪刀 还找了一个这个 修剪直接刀 大概这么长应该就够了 我的手指比较粗 建议你让你家孩子 或者你老婆女朋友 给你贴一下 手比较粗呢 咱们就用这个办法 这个会用工具的鸟 比不会用工具的鸟 净化了很长时间 它才会使用工具 有点长 剪一下 反正自个儿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 我这个稍微短了那么几毫米 不过不重要 又不是给别人贴的 我的动手能力不强 截止到目前我还不会贴手机膜 我的手机都是不贴膜的 凑合吧 然后手感好滑 就好像打了粉一样 右摇杆还是比较色的 一对比就能出来 最后说一下 导致手柄摇杆飘移的原因很多 这个摇杆柱里面的粉尘 掉到里面导致的算是一个原因 这个胶条是解决这个原因的 好分享完了 下次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